設計師正在替顧客理髮背心男手機滑到一半 突然站了起來 拿出硬幣朝著設計師丟了過去 顧客與設計師當場嚇壞 整個姆薩薩任在一旁 媽媽連忙道歉也不停安撫兒子 只是她坐回原位不到一分鐘又突然開始躁動 媽媽緊抓著她兩人在理髮廳互相拉扯 不過力氣實在差太多 媽媽攔也攔不住 背心男直接衝向設計師 兩名休假的軍人顧客不時在看男子的動向 一看他準備衝了上來 馬上起身向前拉住男子與店長合力 將他壓制在地 我們現場有兩位軍人 還有我 我們三個人合力把他制服 壓制在地板 背心男前後出手攻擊兩次 連媽媽也都管不住 而原來背心男是名高中生 20號晚上7點多 被媽媽帶去高雄 領雅區一處理髮廳檢法 等待過程中 男子不明原因出手攻擊 正在替客人理髮的設計師 就怕手上的剪刀會傷到人 一旁的店長與休假的兩名軍人顧客挺身而出 將背心男壓制在地 直到警方到場支援 之後媽媽也是叫我們打電話給警察 就是希望警察可以來幫忙做處置 遠景獲報後趕到現場 救護人員也在一旁待命 就怕雙方爭吵過程受了傷 店家雖然後續不再追究 但工作到一半被客人攻擊還是第一次 迴響事發當下仍然驚恐未定 TVBS新聞 吳仲勛 盧品浩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